才能真正地拔除自己的病根 这个地方是条 每一条 每一句 都必须要常识期地听经文法 你才真正明白 先从现行里面去断 断一切我 修一切善 善我的标准 对众生有利益的是善 对众生有害的是善 标准是在众生那一面 不是在自己这一面 那么从自身来说呢 对自己有利的是我 对自己有害的也是我 对自己只有我 没有善 为什么 佛说了 震掌我执 震掌我执 就是大我 金刚经 诸位同修都念过 经文记不住 大概金刚经上讲的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寿者相 都会记得住啊 佛讲了很多遍啊 你看看佛说的 无我相 你一起心动念一起为我 这个我 这个我执 没忘啊 我执天天在增长 这个东西增长 麻烦可就大了 佛在经上讲 六道从哪里来的 六道就是这么来的 因为有我执 就有六道 如果说无我呢 无我六道就没有了 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六道轮回是 妄想分别执着 变现出来的幻象 四圣法界是妄想分别 没有之处 四圣法界的幻象 我们要想把自己境界提升 不再搞六道轮回了 希望自己成阿罗汉 成毕之佛 成菩萨 你要把四相破掉 真正做到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你才能超越轮回 你才能到四圣法界 但是不能出四圣法界 为什么呢 你还有啊 无我人众生受者 还有这个念头 所以你出不了四圣法界 要想超越四圣法界 这个念头也要断掉 也要放下 那就行 金刚经 前半部讲 无四相 后半部讲的意思是 无四界 我界 人界 众生界 受者界 就是这个念头 这种分别 没有了 这才能超越十发界 真的一正发界了 佛这些话 我们听了 明白了 懂得了 知道这是什么回事 然后再肯定啊 佛这些教会 真实教会 我们应当修学 佛讲的是正法 对我们 决定有利益 所以对一切众生 不可以有伤害的念头 对于自己的 冤心待主 尤其不可以有这个念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念头 这个冤戒 戒不开 冤家 一戒 不一戒 不要给人戒怨 如何化戒呢 对于冤家 更应当 更应当关怀它 更应当爱护它 更应当帮助它 人 总是有感情的 别人 别人 我以善意对我 我以善意对人 久而久之 必定受感化 反过来说一样的 我以我意对人 人家以善意对我 时间久了 自己惭愧 也觉得不好意思 这都是真实的 这都是真实的 这佛法理解呢 过去僧中的善根 有关系 实际上 在这一僧当中 我也受了很多 折磨 我在南京念书 同学们都知道 我是很会欺负同学的 看不顺眼的 有的时候 广庭大众之下 就侮辱他了 我还有一次 记得印象很深刻 学校里头 画图画比赛 我画了一张画了 得第三名 得讲得第三名 我们那个画图 那一次题目是写生 校园写生 我画的是 谢谢大家 法律 他